大家好,我是红九 咱们看一下这个树是春季嫁接的 这个树呢,像不像一棵春天嫁接好以后就不再管的树呢 看一下,乱 是不是特别的乱 咱们这棵园子是培养的开心形 所以咱们要选三个或四个 尽量选三个,因为它的这个空间呢比较小 选三个骨干延长枝 来进行这个塑造骨干 咱们简单的看一下选哪三个 它这个枝条长得这么乱 选哪三个比较合适呢 咱们看一下选哪三个比较合适呢 这个可以做一个延长枝 这个也可以做一个延长枝 如果要在塑造直立向上生长的这种开心形呢 尽量把下端的这个干呢,提在四十五十,最少四五十 四五十的情况下,它那个角度,角度的张开不能太大 如果太大 像咱们这个枝条,现在的角度呢,虽然下端比较小 但上端呢,它已经往外走了 像这种枝条呢,就不合适做这个骨干延长枝 咱们先把它去掉 咱们用排除法 教给大家一点就是排除法 先把它去掉 这些小的也肯定不能利用 也把它去掉 包括平行生长的这个也不能用 也把它去掉 过小的这种 也要去掉 因为它没有比例 它的比例呢,差距太大了 过小的这个枝条呢 也没有办法去塑造骨干枝 剩下的这些 咱们再选择方向 看哪个方向,哪个位置 比较好 来进行留这个骨干延长枝 这样了,咱们怎么捡呢 可以直接把中间给它端了 是不是比较有形了 有形的时候还是不行的 剪成这样还是不行 小树 在小树的生长当中呢 但凡有一个营养之条 它就会对 骨干延长枝造成这个竞争 所以咱们还是去除了它 刘芽去除 然后这个全都剪了它 这个上面有个花芽 这种可以去留了它 像这种 它没有什么气候 咱们可以留了它 咱们已经定好一个骨干延长枝 然后这端 北侧的这个怎么留呢 肯定要把这边这个剪了 因为它 会和这个 和这个东边这个 会很受影响的 简单的看一下 剪成这样还是不算的 这个小的也去大 去小 塑造骨干枝的时候 一定要记得 以撞枝撞牙 来进行带头延长 像这样 可行了吗 还是不可行 还有重要的一点 就是剪口牙 顶端的剪口牙 代表着它明年的生长式 所以这个树比较乱 乱也没关系 乱咱们也给它剪了 先从这第一个枝条上看 有没有芒节 芒节 芒节 不是很大的形象 咱们就看一下 它这个方向 西侧 其实西侧呢 这个空间比较大 它摆放 三个枝条摆放 并不是很均匀 但是西侧比较宽敞 咱们可以留一个西侧的这个 减口牙 留一个西侧的减口牙 让它再来这边呢 进行生长 然后北侧的这个呢 北侧的这个 延长枝 咱们也留一个西侧的 留一个西侧的 让它在西侧进行生长 都让它俩向西侧生长 然后咱们这个 咱们东侧的这个延长枝呢 其实主要也就是向东侧生长 就可以了 都给它剪下来 第一年的树培养了 必须要给它回检 你如果不回检的情况下 它这个明年的生长式呢 会很不均匀 咱们也说过 这个减口牙 代表它明年的生长式 这是很关键的 所以大家呢 必须要回检 剪口牙的方向 剪口牙的这个 强弱 都是很关键的 谢谢大家 想了解更多人的知识 关注我 咱们每天晚上8点到9点 直播间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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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